当我们继续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面前的时候 天父上帝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因为你是一切荣耀的源头 你是一切荣耀的中心 你所设计的救赎的计划 我得叫你自己荣耀的恩典得到成赞 你拆解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 来成就你荣耀的旨意 你让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带死 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 让他可以代替我们信的人所有的罪 我们感谢主 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赎罪祭 他的带死是我们领受的天父 你给我们设罪的恩典 他为我们的罪带死 也领受了你给我们呼叫你为阿爸父 给我们儿女的权柄 我们如此的感恩 因为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圣灵 也有我们的心同胜 我们实实在在是你的儿女 如今我们就恳求你 是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真知道你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当我们心中眼睛被圣灵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今的光景 我们所处这个时代 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要从天降临的时代 主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 我们要谨慎自首警醒的报告 我们要紧紧跟随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军队的元帅 我们同时也观察 主耶稣在地上所允许发生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怎么样去回应 我们恭敬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 早上的学习仰望 我们愿圣灵做老师 我们愿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 我们愿你这个时刻 竭尽我们的思想 竭尽我们的原理 竭尽我们的行为 甚至有隐藏危险出来的罪 求你来竭尽 让我们今天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比昨天更圣洁 明天我们要比今天更圣洁 我们下个月 我们要比这个月更圣洁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赞美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分开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民 Amen 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跟这个美国的选举 还是息息相关的 那关于美国这个选举呢 我列为是说世纪的 这个不单是世纪 也是世界 这个选举 那你跟我 我们是不是从基督读的 这个角度来解读 还是我们从这个 你是哪一个国籍 不管你是美国人 阿拉伯人 马来西亚 人 中国人 那在美国有几百种的种族 好几百种的种族 所以有些是他的所谓国籍呢 就是他从一些国家来到移民到这里 或者这个国籍你是在现金在马来西亚 包括我现在虽然我人在美国 我还是马来西亚人 我人在美国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只不过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所以我是不能投票的 但是这个选举呢 我们是用什么身份 来解读 那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的优先次序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会看 因为我们看清楚 我们也能够看清楚 耶稣应许的这个大复兴 他从大复兴里我们看到 他要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身份在哪里 所以我们也会看几端的经文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选举呢 非常的混乱 这个有史以来美国最混乱的一次 各几个州还在 大概六七个州 还在争论到底谁赢 所以我们看到的 特别是这两个礼拜 有五个州有听证会 各样各式的听证会 把很多这些作弊的现象 包括被录像都拍起来的 都把它拿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的选举呢 总统选举呢 肯定是超越了 这一个总统的范围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世界各地都非常关注 这个选举 那我就在看 他不但只是表面看为是 总统选举 我觉得是一场的 属灵的激烈的争战 三与恶的交战 因为我解读这里的政治 包括世界各地的政治呢 我想这一次的选举呢 跟一个全球性的政府 one world government 是细细相关的 这个政府呢 是要来控制人类的 那各个国家基督徒呢 我们都在美国 在马来西亚 在中国 在阿拉伯 在欧洲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有自己的候选人 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 我们都非 当然对我来讲 我就希望 这个是 这个川普连任 那我也相信 川普会连任 那我 认为 我们都是以基督徒的 角度解读 那等一下我们会 来更详细讲 那这个身份呢 是怎么来的呢 那等一下我们看下去 我们就知道 那首先呢 我们 看一个 这个现今的副总统 我们很多时候 把焦点放在总统 现在我 多一点 让大家看副总统 这个副总统呢 他是在一个 我们说是 天主教的家庭长大 他还做过 他还蛮大的一个家庭 他们的价值观 非常的保守 他是在这个大学的时候 一年级 他见证的时候 他重生得救 他叫born again Christian 那从此呢 他就把这种 他是基督徒 他是保守信仰的 这个观念呢 活现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自己 很严谨的 在美国社会 性大解放 我上次有讲 在60年代 影响美国 非常非常深演 对性的开放 他其实性是非常保守的 跟性方面的事情呢 他是很保守的 他说我从来不跟 另外一个女人 一起吃饭的 除了我太太之外 如果我要去一个地方 是有喝酒的话 我必须要 带他一起去 他的立场呢 跟这个 哥培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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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呢 就没有所谓绯闻 他因为他有很严谨的 这个信仰的立场 他告诉大家 所以没有一个女人 可以敢跟他 约她吃饭的 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敢 因为他都讲了 你不能跟我 约我吃饭的 除了我太太之外 所以这样一个保守的 一个基督徒 一个信仰 所以他自己很 他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不是两面的人 他是一面的人 所以他自己做 这个印第安纳州长 他之前是做印第安纳州长 他都告诉大家 我是基督徒 你看他不是我是美国的 我是基督徒 而且是保守派的 Conservative I am a Christian A conservative and a Republican In that order Mike Pence 这个他的名媛来的 大家都知道的 而我是觉得 这个很有启发 我一直越想越启发 感受到 他的启发呢 首先是很清楚 表达他的政治立场 他不是告诉 他不是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的 他就把他立场摆出来 你接受就接受 你不接受 他也没有办法的 你不能 因为你要 你要他 你要支持他 然后你要 convert他过去 他理念不要票 如果你要支持他 你就要相信他 他理念不用票的 他不需要你的票 虽然他需要票中选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启发 他的启发呢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要勇敢表达 要勇敢表达 在政治 他是在政治场合里面 在美国的政治场合里面 他这种表达呢 如果在美国现今 普罗大众的社会呢 他是不可能中选的 因为他的 他是属于少数的 所以我相信 这个Mike Pence 他的这个政治的立场呢 很清楚的告白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那我自己相信 这个不但是 他是政治人物 他自己基督徒的时候 他都很清楚 他的这个信仰的告白 所以我们要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说 我是基督徒 我是保守派的 我是马来西亚人 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政党 我不属于民主党 我不属于共产党 我这一生中 从来没有加入过 一个政党 我不需要的 我不会加入任何一个政党 因为我不是在 为政党工作的 我是在为上帝工作 所以我 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没有写共和党人 我觉得 这个我相信 这个默契的教会 这个基督 现在应当 很勇敢的表达 他的一个基督的信仰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 生命的一种的表现 不必害怕 不需害怕 因信仰告白而没有当选 没有当选就没有当选 我们不相信上帝是掌权的吗 我们不相信上帝是主导的吗 我们不相信上帝可以 叫万事互相效力吗 我们不怕 不当选 或者甚至失去工作 我甚至因为信仰被人逼迫 那基督徒应该有这种 很勇敢的表达 这个生命的理想 那我自己在解读的时候 我相信主耶稣 在2000年前应许的大复兴里面 都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的终极的身份是什么 我在地上很多身份 都是马来西亚人 什么人 什么人 这些终极会过去的 但是你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的 这个身份是不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大复兴里面 给我们的启发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二方面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启发 我们看到我们的最崇高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身份 以这样的身份来看 不是以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国际 因为如果你的民族跟国际 都很多时候 你会被牵连 会牵连 那一种的立场就很模糊了 就很混乱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第二大点的时候 我们解读 现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用 第一个是主耶稣所应许的 这个第五章的大复兴 我自己看到这个大复兴 死无前例的大复兴 是在启示录第五章 这是我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 上帝给我看到 这个大复兴 是在第五章 要应愿在我们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要好好等候 这个应许的应愿 那这个内容里面 包括主耶稣的代史 使我们归于上帝 成为上帝的国民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就是上帝的国民 在地上以耶稣一同作王 所以我们都知道 启示录第一章 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 他是以这个全副的军装 主耶稣全副军装 每一次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就很感动 我就很兴奋 就是很扎实 我的内心里面就很稳妥 有那种很肯定 因为是主耶稣是我的军队的元帅 耶稣是我军队的元帅 他带领我 他带领我们 带领他的教会 他在教会中间 所有的教会 没有一个教会没有 每一个教会都在他们中间行走 他用以这个祭司的装扮 是要洁净他的教会 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 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传道人都要听 聆听耶稣的声音 每一个传道人都要按照耶稣的教导 去洁净每一间的教会 所以他自己显现的时候 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表达他要公义 他要审判 他的脚像光明中 锻炼过的铜 他的唇节 用圣节来审判 他的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 手里拿出气性 表达他绝对的权柄 头一法皆拜 表达他的荣耀跟圣节 这个剑口中有剑 好像审判跟保护 面貌如同叶子发光 所以主耶稣洁净他的教会 第二章第三章洁净之后 使教会可以成为圣节 无有瑕疵 进入这种 我们秦以卢的敬拜 跟祷告 是以圣节的装饰 秦以卢的敬拜和祷告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的时候 耶稣拿了书卷 这羔羊得胜 藏地的羔羊 拿了书卷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就有四个佛物跟二十四个长老 这个天使的代表 这个教会领袖代表 他们拿着 在羔羊面前 夫妇的面前就表达 他们在敬拜 在敬拜呢 他这里说各拿到 秦以成满了乡的 这个敬拜就是一个颂赞 还有拿着 带上来的是满了乡的金 特别这里说 这个众生徒的祷告 就是在地上的众生徒的祷告 到一个地步呢 这个香的这个炉已经满了 他一满的时候呢 就马上进入一个 死无前例的一个大复兴 所以第九节开始的时候 你就马上看到一个 不但是有事活物 而且就这样 连整个宇宙 包括被造物的一种 来敬拜 称颂主耶稣 我就不晓得其他被造物怎样做 不过圣经里面就这样介绍 那在这个死无前的敬拜的里面呢 你就注意啊 他们在这个敬拜的里面呢 你就会看到提到 他们能够敬拜 首先他们也知道他们领受 就是我们领受救恩 然后在这个主耶稣的 这个大复兴的应许里面呢 有很多人在这个世代会信主 所以他说为什么你能够揭开 一揭开这个印就表达 我们就启动 主耶稣第六章开始 就进入这个末期的 最后的末期了 就是the end of the end time 所以我们现在在处在这个 进入这个耶稣揭开这个起因 所以耶稣的代史用自己的学 他说各族各方各国 各民各国中买的人 耶稣的代史 这个就是代史的国效 就是你看各族 就指到各民族各国的人民 所以从各国的人民归什么呢 归在哪里呢 归于神 归于父上帝 又使他们成为国民 所以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 我们是上帝的国民 做祭司归于上帝 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个国民呢 圣经有一些圣经翻译 不但是国民 它是一个君王的国民 我们君尊的祭司 一个君王 还有以君王 君王才能够统治这个地 所以归于人在地上执掌王权 所以就把从各族 你不从哪一个民族 你不不管你是从哪一个国家 国际都归于一个国度 最终的一个国度 所以我们接下去看 五章十一到十四 就是一个后来加进来 这些算不过来的 数不清的天使也加入 还有其他的天上地上地上地下 常海里的一切 天地间一切所有的 你只要看得到的 这个被造物都来承受 所以很奇妙的这一幕 所以当我们看到 主耶稣的大复兴 在给我们的应急道 其实这个早在之前都已经教导 不过在这个大复兴里面 这边在重提 再把这个观念带出来 同心给我们看到 我们是属于谁的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呢 就是属于上帝的国民 一起在地上 这个执掌 跟主耶稣执掌王权 所以我们首先就知道 我们是属于主耶稣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领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属于这个上帝国度里的一份子 我们不单是属于国度里面 我们也要耶稣一同出我王 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 一个我们是上帝的国民 基督徒 我们是上帝的 我们之所以在一起 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这里呢 我就刚好 我就想到 我自己家里面 有几个国际 我是基督徒 我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师母是基督徒 他是中国香港公民 他现在还是拿着中国的 香港的passport 我的女儿是基督徒 他是美国公民 所以我们三个人 都一个马来西亚公民 一个中国香港公民 一个美国公民 但是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我们三个人都不同国家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呢 就是我们是基督徒 上帝的国 所以这是我们的 我们叫做 这个denominator 就是我们 做算数的 下面的字母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要弄清楚 我是基督徒 我的师母是基督徒 我的女儿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这样看 我们看 我们就 就就以这个观念来看 看这基督教的信仰 这个基督教的立场 所以 因为之后我们看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从哪一个国家来 有时候我们会 我们还有那个国的情怀 我是 我女儿是美国公民 她对美国有国的情怀 我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是有对马来西亚的情怀 如果美国跟马来西亚 有什么冲突的话 我是站在哪里 那个时候 美国跟中国有冲突的话 我们站在哪里 所以要弄清楚 这个身份是很重要 而且在末期的时候 我们进入这个 耶稣要来的时代的时候 这个信与不信 这个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在基督徒里面 我们先看到我们是圣地 主耶稣国度里面的 我们这个身份 我们的身份 所以 我这个要弄清楚 我觉得 这样的话 我们看事情 看这个选举的时候 我们就会 焦点就会清楚 不然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是以自己的喜好 是以自己的 国的情怀 来看 在西约圣经里面 我们都知道 两位大使徒 一个是保罗 一个是李德 他们的教导里面 也充满着这种国度 国度的观念 就是我们是谁 他在以福所书第二章 特别提到这些 因为以福所教会 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那这些外邦的教会里面 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的 他们是在救恩的门外 他们好像是外人 在以色列的国 神的国家里面 还是外人 欧罗说现在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的死 已经像两个墙 这个墙 这外邦人 犹太人的墙 已经把他打破了 现在我们可以因 耶稣基督的带死 进到父神的面前 所以他特别给这些 以福所教会的外邦人说 这样你们不在做外人和克里 是以圣徒同国 是上帝家里的人 所以你看到没有 无论来自外邦人 还是犹太人 他们在神的国 我们都是一家人 然后接下来 彼得怎么看呢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捐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气质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看到没有 就强调这个国度 这个神的子民 然后接下来 他就说你们从前不得 算不得者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所以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都已经被 因为耶稣的代史 把这个主耶稣 把各国就结合在 他自己的国度里面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就清楚了 我们感谢主 所以包括启示录的时候 这个一开头的时候 这个约翰怎么说呢 讲到耶稣 他在第四第五 这个第六节的祝福里面 谈到主耶稣的时候 他说主耶稣爱我们 他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什么呢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早在第一章第六节 就是我们是神的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司 愿荣耀全能都归 他知道永远阿们 然后第九节呢 特别提到是什么呢 我们 我耶汉 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耶稣的国度 耶稣的忍耐 你一同有份 我们是在这个国里面 不是在一个国家 我们是在这个国度里面 在这个国度里面 看到没有 很清楚的 这个是 所以我们是国民 我们这个身份 这个国民 我们现在用的基督徒 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 这是我们的共同的身份 共同的身份 所以全世界基督徒 我们都是属于一个大家庭 在这个国度里面 耶稣是教会的头 教会只有一个 我们是他的身体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 作为肢体 身体只有一个 但肢体很多 从彼得的教导 从保罗的教导 甚至来到启示录 第二章第七章的时候 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 提到七间教会 而且七间教会 收到启示的时候 都必须知道 其他六间教会的情况 通常任何书信 都是给某一个教会 就讲某一个教会的事情就好了 但是以夫所教会 收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他不但看到自己教会 已经完全失去起初的爱心的时候 他同时也读到 斯梅纳教会正在面对逼迫 他同时也提到 这个别家谋教会 现在面对这个败偶像 跟淫乱的问题 他同样也可以看到 这个沙迪教会是 有宗教信仰 没有宗教的生活的 那种实际生活的 他又看到 老体家教会 处在不冷不热的状态 他就看到其他教会的问题 一个教会 你就看到自己的问题 同时也要看到 其他教会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在一起 接下去呢 我们在启示录发生的事情呢 它是一个world event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pandemic的时候 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在world event 所以以后的逼迫呢 世界各地的逼迫 不只是某一个国家逼迫 很多国家都受逼迫的 很多美国 欧洲 欧洲 哪里 亚洲 中东 一逼迫来的时候 它是全世界性的 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world mentality的 那一些灾难的时候 你不要说 那灾难你都要 发生在哪里 你先说 不会发生在美国 不会发生在亚洲 哪里 每一个大陆都会发生的 所以你不管你在哪里 它都发生 它是一个world event 整个启示录的这些事情 都是一个world event来的 那饥荒的时候呢 不是某个地方有饥荒的 是世界各地都有饥荒的 所以那个问题呢 所以我们就要准备了 我们要一起面对 基督徒要一起面对 面对这些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先弄清楚 所以我们就没有国限 我们在马来西亚基督徒 我们在美国基督徒 当澳洲的基督徒 当中国的基督徒 还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联想到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们一起 同甘共苦那种 马上与种 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一个肢体 这个教会是一个 身体是一个肢体 哪一个比较脆弱呢 我们要去帮他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起去面对的 所以我们先弄清楚 那个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做事情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整个思路 就会比较清晰 不然的话就很多很混乱 所以我们是这个 上帝国里面的子民 基督徒就是圣地国的子民 我们必须以这个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 来看这个世界历史 不是以国家的身份 不是以什么种族身份来看历史 不是的 特别是在这次美国选举的时候 当有一些国家 所以你等一下我们会分析的时候 一些国家在这个选举里面 参与了 我们说所谓的参与的 这个选举 我们讲直接一点 就干预了这个选举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 这种冲突就会产生的 那如果你是以一个国的情怀 或者是你是什么种族的情怀的时候 那你就很多时候 就会模糊了你的观念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从 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看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大点 应用在我们现今 怎么样去应用的时候 所以我这里首先给一个大的标题 就是我们基督徒 基督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基督徒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是呢 我们不是以我们是什么国家 是什么 怎么党派 我们也是以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基督徒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是基督徒 然后我是保守的 这个信仰保守 我就觉得 这种信仰保守的价值观 我是觉得是符合圣经 是不是我们讲说 这个是最 越保守越好 就是我觉得在 这个道德的事情上呢 我觉得是 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呢 当我们在看这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呢 我自己在解读的这个选举的时候呢 看到一个是基督教价值观的政策 一个是非基督教价值观的政策 所以我最觉得是很明显的 我看这个川普的政策 跟这个拜登的政策呢 是很明显的 是一个非基督徒跟非基督价值观的一种的选择 另外一个的 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全球性政府 one world government的一种的威胁 那谁能保护基督徒的生命呢 谁能够对抗这个one world government呢 等下我们会看下来 所以美国的选举呢 我这里给大家看的就是 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观的选举 那我是基督徒 那当我做选择的时候 那你还记得我在 从今年开始 到九月 大概九月的时候 都在讲启示录 讲美国的处境 讲这个大复兴等等 然后呢 那当时你问我的时候 你说我也没有什么 conviction 要支持特朗普 我说我没有特别的感动 我知道有一些人在谈 这个特朗普 有这个脸会连人 有什么 vision 有什么意乡 有什么dream 我就知道 但是我自己个人那时候 当时我没有这个 conviction 我还没有那个 conviction 但是但是因为我本来 我是不是美国的 我也不能选 我不能选的时候 我也尽量 不要去所谓拉票 我没想拉票 但是你问我的话 我会告诉你 我是支持 川普总统的政策 因为我看到他有什么反作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下去 等等 我说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一定不支持拜登的 因为我当然看 我不要看人 我一生中都没有加入一个政党 我从来不站在政党讲话的 我是站在价值观讲话的 如果这个 你倒反过来 拜登的是基督徒的 那个川普是非基督徒 我肯定知道拜登的 这个我不是看人的 所以我就说 我是以基督徒来选 直到10月份的时候 当我看到20块美金的时候 那个我自己解读 我一直讲我解读 那个20块美金的时候 就看到川普要连任 所以我说OK 那我就支持了 就给我多一个 这个理由 那我说为什么他要连任 那上帝又给我 再看另外找到 这个 这个配乐的历史 所谓配乐就是 这个类比的历史 就是美国的 这个大复兴的期间 是Andrew Jackson做总统 所以我就OK 现在是美国正在要经历 他们讲的 The Great Awakening 那我讲的是 史诗路第五章的 Awakening 就是那个大复兴 十五千开会 所以很吻合 所以我自己 所以我 我刚才讲了 就是基督教的政策 我虽然是来自马来西亚 但是我还是以基督徒 看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我就看他的这个价值观 他的政策的价值观是什么 所以我会选他是因为 他的价值观是符合我的价值观 我是什么 I'm a Christian I'm a conservative 就像那个Mike Pence总统这样 这个他说我是Christian 我是conservative 所以如果可以投票 我当然投他 所以我们都知道 上次我提到这个全球性的政府 对基督徒的威胁 真的是威胁 是真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呢 你在美国 他们拜登的这个政府呢 其实现在在美国有几个州 在纽约州 在加利福尼亚州 在Oregon州 在Washington 每这几个州呢 都已经实行这种拜登的政策 你去看这些州 他们是逼迫教会的 他们是来逼迫这个教会的 现在他们就以这个疫情说 教会不能进行任何的 这个崇拜 不过还好感谢主 这个纽约州 跟加利福尼亚州 他们教会不干练 打到最高法 把庭去 这个最高法院呢 就判下来说 州没有这个权利 禁止 以这个疫情的 这个事情 来禁止教会聚会 所以现在教会还是可以开 但是要遵守那个 那个guideline 就是那个疫情的guideline 就没问题啊 他都不给你开的 怎么去遵守 他都关起来 要帮你关注啊 完全shut down 他不是说 你这一考虑 他完全shut down教会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纽约州 跟卡利福尼亚 Oregon 或者是这个 甚至这个Michigan 这几个民主党的州 州长里面呢 他们都完全 完全的来 酒吧可以开 那个跳舞 在卡利福尼亚 他们真的是这样 那托衣舞的店可以开 托衣舞的店可以开 教会是不能开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的道德 已经败到哪里去呢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 以基督徒的身份来看 这个问题 不是以这个国 所以我们就看出 这个全球新的政府 是反基督教的 现在拜登的政府 要跟这个全世界的 全球新的政府 把它连接起来 在其他各国里面呢 都已经在提倡 这个社会主义的 这个政策 把它联合起来 所以我们看 现今的这个全球新政府的威胁 是很真实的 那过去好多年 教会的牧者 在谈论 这位讲起 提到这个东西 大家好像以为是一个 一个概念 好像是一个东西 好像不真实 现在已经是真实了 很清楚的 所以在现在 在美国的许多 这些保守派 这一次 保守派的基督徒呢 有90% 有97% 他们已经查出来 就是Christian and Conservative 那Christian Liberal的呢 不一定支持这个Trump 但是Christian Conservative呢 97% 97% 差不多100% 现在敢站出来讲话的呢 就是只有这些 Liberal 就是比较Conservative的出来 所以现在很多 大型的聚会呢 都是这一些 比较保守的基督徒出来 因为他们清楚看 因为要行公益嘛 他们眼睛 你不能遮住他的眼睛 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的 所以哪一个政府 我们讲 看这个全球性的政府 要逼迫这个教会 逼迫以色列人 这个政府呢 是对以色列人也是反感的 他们是反以色列人 所以 谁呢 我们都知道 我在上次讲的时候 我们 现今在史诗的第五章的前夕 要爆发这个大福建前夕 要先 先教会要准备好 全球性的政府才在这里出现 我上次讲到 恶者是要抢先一步 要快快的要 要进行这个策略 当然他有他的时间 他还没有这样快出场 有时候一个 一个联系记 一个一部电影 你被安排到哪一个角色 你去他们等的 但是恶者呢 或者魔鬼呢 不干念 他就要去破坏这个次序 但是他还是会出现 还是会出现 但我们就讲 如果在这个出现的时候 那怎么办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现今怎么样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等一下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这个 这个恶者 他要在地上 透过各国的政府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一种的思想 他不一定变成一个 一个政府 他不一定变成一个国家 不是国家变成 某一个国家 没有 他就是 各个国家变成有统一的 这个ideology 就是我们说 用社会主义这个ideology 来就整个 整个世界就是 以这个社会主义 来统治这个社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样的一个 你无论到哪个角落呢 他都是一个逼迫教会 就对教会不利的 但是他的时间 是还没有将会到 所以但是他不会消失的 他会还是 他可能的现在就知道 他要 他要 他要正式出来的时候 他实在没到 他被打下去的时候呢 他还是在 我们讲说 暗中在活跃的 那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怎样看 这个威胁呢 那我给你的经文里面 是启示录第13章 那如果你上次有 听我讲的话 我想你应该不知道 在13章里面 讲到这个 全球性的政府 就控制这些 世界各国的人民呢 要拜受相 拜的时候呢 你怎么知道你有拜 你要你有收的印记 或者有收的号码 他要知道 你有没有这个号码 有没有这个印记 不然你不能够融入 整个他的政治经济体系里面 他不需要 他只要抓住你的经济体系 因为经济体系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的生活作息 我们做买卖 我们要食物嘛 对不对 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第13章出现的时候 那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讲说 alternative 所以基督徒我就在祷告上 基督徒就开始要建立自己的基督徒的 所谓的经济的网络 因为到时候不信者肯定迁入这个全球网络的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自己相信上帝会兴起一个基督徒的自己的网络 以至呢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不需要选择这个 我自己在解读的时候 我就觉得上帝在兴起这样的一个势力 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刚才我讲了第五章的大复兴 在我们眼前要爆发 那个全球性的政府其实是在13章来正式引爆的 那面对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威胁 谁可以保护基督徒 谁可以保护以色列国呢 我们也同样从启示录看到 第11章一到二节里面看到 这里说约翰看到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围子是给我 当作两度的帐 且有说话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殿中的礼拜的人都凉一凉 所以讲到殿和神的殿 神的祭坛 这里呢 他说只有外殿 只是外殿的殿子留下不用凉 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 这就是提到外邦人的殿 然后这里说他们就指着这些反 以色列人的反基督教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就是耶路撒人 就是当你践踏圣城的时候 你就践踏以色列42个月 这里看到你 看到吗 他也是这个 这个就是全球政府来 敌对这个以色列人 那上帝有没有为以色列人 为基督徒这个保护的网络 有没有 那我在解读的时候 我就看川普的这个 Pence的政府的政策 能不能保护 以色列国跟你这个基督徒 那我就简单的go through一下 这些你可以在网上看得到的 你去查他们的这个政策的时候 那从川普的角度来看 川普一开始都搞不清 有些人说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也在怀疑他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born again 2016年出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每个基督徒的反应 包括我都觉得 胡以细 我都自己 他是从 因为他是生意人 他是要 他看到美国很多的 这些 中下 这些 很多的这些人的 工作呢 就已经被外国 取代了 等等 有一些厂都搬到外国去 因为外国的 那个经济比较 label 他们的工资比较低 他们就在外国生产 然后 带来美国等等 那美国人 很多人没有工作等等 所以他是从经济 然后从安全的角度来看 American first 那当然他有提到 他没有很直接就讲 就不是一直常提 他讲多 比较多的是经济跟安全 那信仰的时候呢 其实 American first 他们的first的信仰 其实就是很传统的 基督教信仰来的 因为他自己说 他要委了很多 保守的大法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大法官呢 就会解读 这个宪法的时候 就很用很保守的价值观 那如果那个大法官呢 是 因为宪法总是由人解读 对不对 如果那个大法官是 Libre的 他肯定是 Libre的角度的 所以为什么 他们都知道 谁是保守或者 比较自由派的 站在大法官那边呢 就会 就会决定 他们的宪法 什么解读 所以这其实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的 We don't worship government 他就说 不是他就拒绝 这种社会主义的思想 因为社会主义就想 把政府当作是一种 施舍 所以他要弄这人民 所谓的弄他贫穷 然后大家都看政府 政府要丢面包给你吃 那其实政府只是 一种机关管理 那人民是做主 不是政府做主 所以这个 当然你从这个 Pence的角度 他的信仰 一定是信仰开始的 所以 那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政策里面 我 我这四个政策 是我自己的立场来的 我就说我会 如果 谁有这个政策 不管是什么党 我就支持的 我不管他是 来自什么党 或者这一个叫做 这个立党 查党 还有这一个价值观 我就支持他的 所以你就知道 我是支持一个价值观 我是支持一个价值观 因为一个党的价值观 因为党里面有各式各样 不同派别的人 但是那个价值观是很重要的 不是党那个候选的 那党里面也有一些 比较自由派 比较保守派 都有的 他在党里面 所以这是我四个 那我看到他们的政策里面 我就觉得这个政策 是符合我的信仰的价值观 有关这个pro-Israel的 我就拿几张图给你看 他这个拿丹亚富 现在以色列的总理 最喜欢川普的 他每一次讲话的时候 他说他都是很感恩的 因为他经过了奥巴马 奥巴马是有史以来 最讨厌以色列的美国总统的 现在是最喜欢的 就是川普 是最支持以色列的 他去这个裤墙那边祷告 以色列的那一帮 已经做了这个 这个这个 Temper coin 他们Temper coin里面 有Trump 在里面的 这个他们要建第三圣殿 很多拉笔一直拉拢 这个Trump 他又支持第三圣殿 现在是等这个拿丹亚富 说yes 因为他面对很多政治压力 那以色列是支持 美国是怎么样支持呢 这个以色列的 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国都 就是他们的首都 所以美国的大使馆就在 这个耶路撒冷 那我五年前去 五年前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就很奇怪 耶路撒冷在中部嘛 这个Telavi是在 这个西北的那个海岸那边 很漂亮的城市 很多大使馆是在那个商业城市 这个政治宗教城市 没有大使馆的 没有外国大使馆的 相差开车可以可能一个多小时吧 很远的 但一个人很远的 因为他们很小 所以现在也不一样了 然后美国政府呢 历来都是支持以色列的 他们会把最现金的武器卖给 支助以色列 那在联合国呢 就是这个联合国过去有反对 pass那个resolution 大概240多个条款 那多数是被这个美国block掉 除了有一个是 我记得是奥巴马 是站在反以色列的 那个是很难的 这个是很少的 那另外他有权力 所以促进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平 那现在阿拉伯国家呢 中东的面对土耳其跟伊朗的最大的威胁 好多的国家呢 都面对 因为他们有苏尼派跟那个审业派嘛 那这个苏尼派跟审业派之间的对立里面呢 那伊朗跟土耳其呢 是最大的威胁 他们怎么办 其他的人呢 国家 所以美国总统呢 美国拉拢这国家 首先我们不需要你的石油 所以美国现在自己生产石油 所以美国的那个油价 比之前没有生产石油的时候是一倍的 现在大概两块 这边的油 那如果没有 没有生产的话 他们以前是四块五块的 多一倍的 很贵的 但是现在他们不要靠中东的油了 在中东的油没有的依靠 现在呢美国 美国总统很厉害 他说我不需要靠你 但是你需要靠我 但是你要需要靠我之前 你需要跟以色列人和平 你看到他这一招厉害了 阿拉伯国家要先跟以色列和平的时候 那我就会 军事全力以赴的支持你 甚至可以卖你很先进的武器 他们都很喜欢 所以没有办法 就乖乖的一个一个就跟他 因为他们需要保护 美国才能够给他保护 但是条件是 你要跟我的小弟弟以色列 这个我的小弟以色列 你要先跟他和好 你要得到我的保护 你跟他和好 你还可以跟他做生意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条例 所以你会看到 这么多年来 很多立的美国总统 都想要促进这个 以色列阿拉伯 巴勒斯坦和这些阿拉伯国家和平 都没有办法 现在他一促成是几个 因为还排队来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第二个呢 是支持生命反堕胎的 这个反堕胎 在最近这几年来 美国都很热反堕胎 甚至那个 露英格牧师 他看堕胎 不但是堕胎 他说 这个是 堕胎是一个把这个孩子杀掉 然后献给这个 这个杀当 所以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 Mike Pence 他以前 他做印第安纳州长 他做副总统前 他是做印第安纳州长 第五十任的 他就已经在州里面 就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 我就是这个order 他不怕 你选就选 不选就不选 他不会因为 你不选他 他就改变他的立场 没有这回事的 我喜欢他这一张的 这他的走纸 叫In that order 保守派的 所以Trump跟这个 他也是pro-life 也是pro-gun 他也是支持人民拥有 这个枪械的 就是他们 这个 就是2017年 他们在任100天里面 他们已经做了六项 就pro-life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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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ise 这个 因为你可以看 我喜欢他这个quote 他说 a nation that does not stand for life will not stand for long 因为你听得懂的就是 如果你不是支持生命的话 你自己 这个国家是不会长急的 很好的 很敬虔的 这个副总统 所以感谢主 我自己祷告 希望 川普连任之后 他接下去 继续 他很多人看了 他会接下来做另外一任的 的总统 他可能做四年后的八年 所以 上帝怜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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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e pence 他站稳立场 他站在上帝这里的时候 他不是叫上帝站在他那里 他说我站在上帝这里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站在上帝这里 你就跟着来 你不要的话 他不明显 另外呢 另外呢 他出席啊 他 这个march for life 他在任的时候也出席了好几次 川普是在今年三月头才第一次出席 这个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个出席 但是有史以来 这个march for life 他是很间接的立场的 另外呢 传统的价值观呢 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死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简 就是整个的这个这个信仰的 就是叫我们讲的婚姻的价值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川普呢 他现在 我说他自己有三段婚姻 他离过婚两次的 现在一段是第三个的 所以他自己 从这个traditional marriage来角度来看 他已经是失败的了 所以很多人讨厌他 就是说这个人只会讲过一座 这是他过去的生命了 那你不能一直把他的这个老我 这个以前 搞不清他是基督徒的东西 你又帮他加起来 那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支持使徒保罗了 因为你挖使徒保罗的那个 信主前的那一些肮脏的东西的话呢 他根本不配 不单说做使徒 你不会做基督徒 我们讲如果你 上帝要挖我的历史的话 我说我连基督徒也做不配 更何况要做牧师 所以但是呢 我想他已经 当他一个人悔改之后呢 你就不要去挖他究底 因为你要挖的话 你自己就挖你自己的了 先挖你自己的来看 所以他就我知道 现在他都暗佛 现在是了 他回改了 那三年前呢 我这个就是之前的 在麦克兰斯 他做这个州长的时候 你就看他很强硬的 反这个LGBTQ 就是这些同性恋组织里面的 等等 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 Defined 这个Plan Parenthood 就是这个 多胎的这些的 Clinic 最后一个呢 他们的是宗教自由 Feed out of Religion 就是说他们看呢 这个宗教自由呢 是上帝给的 我们每一个人 有个选择我们的信仰 没有人可以逼你去选择 你只能够 我们就去分享分享 但是任何一个人的选择 你不能去用逼迫 来使一个人归向 你不能够因为 他的这个信仰 去逼迫他的 你有你自己的立场 你表达你的立场 你可以表达你的立场 你可以很简单的 那这个卖政府呢 川普跟卖政府 他们就 因为好一些世界各地 因为你有基督徒 他就逼迫你 他不 就是 很多时候 就是不单 经济上的逼迫 而且就是生命上的逼迫 所以你看 你去找资料的话 基督教可以说 是一个最受逼迫的 一个宗教来的 世界各地都有 这个 这个以后还会更多的 你不要觉得这个只是 惊讶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很真实的 那 这个川普的这个政府呢 他甚至 bypassed UN send aid directly to persecuted Christians 你看到没有 他因为联合国呢 这个呢 很多时候呢 他基督徒说逼迫 他好像看不到的 回教徒说逼迫 他已经就真的很大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UN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的 他有看到吗 有看到 有时候就好像在睡觉看到这样 那回教徒呢 就眼睛睁大大 或者其他宗教的眼睛睁大大的 所以川普总统呢 就没有办法 他就 有时候太多的官僚的东西呢 全部跑到那里去 他自己直接美国资助 自己全进到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 就常常好像说 他做事情好像 所以你会看到 他的心交集 对基督徒的那种 心的交集 但一个政策 不能够按理出牌的时候 他只有绕道 没有办法 所以他自己 在去年的一个访问里面 他自己 很清楚的是 Protecting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所以以上呢 当我在看这个 Trump跟Pence的政府的时候呢 我是相信 这个是在这个时代 上去兴起的 这个 以很 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立场 的一个政府呢 将会来保护 基督徒跟以色列国 准备来面对 将要形成一个 在过去 未来的 我不晓得几年 就总的研制 我们就会看到 不久的未来 那个全球新的政府 就会成为基督徒的 一个 强大的威胁 那我们在 什么情况之下 受保护呢 我相信是 现今的美国政府 兴起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美国政府 他们要 横主抓住 因为这个政府呢 是会 帮助以色列 跟世界各地基督徒 那我相信 这个政府呢 在不久的未来里面 在经济方面 我相信他有他的广道 怎么样可以 如果在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因为全球政府的威胁 在基督徒 没有的 他又不要 不要败寿败相 他又不能做生意 不能买卖 那怎么 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这个 我想 求上帝给我们智慧 所以我就一直在 祷告的时候 基督徒应该有 他自己的网络 以致在逼迫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 面对这一些的威胁 我们威胁是在那边 但是我们总是 以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 自己的策略 去迷 我们就是 我们有着 我们自己的方式 所以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呢 我自己 特别是现在 在我们再看 美国这个选举的时候呢 我们是基督徒 这个政府呢 是以基督教 我们知道 以基督教价值观 我们用基督教价值观 因为我不相信 这个政府跟教会是合一的 就不能合在一起 政府是政府 教会是教会 他们是互相影响的 但是呢 这个 我们是基督徒 这个身份呢 我们要抓住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先以这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现今的我们这个美国的选举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受我们来自哪一个国家的心情的牵连 有些人就会这样看的 会站在他的国家的角度来看 因为他现在这个政府 就川普 川普政府 跟某一个国家的政策有相通 我就不喜欢他 因为他跟我来自 如果现在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 但是我如果有一天我成为美国公民 但是因为我一路来在马来西亚长大 那如果他跟马来西亚 美国政府政策跟马来西亚有相对的话 我就说 我以马来西亚身份 我是有这个马来西亚的情怀 我就来反这个川 不是这样子来看 我是觉得是一个 就是看一个政府的时候 是看他是不是基督徒 这个是不是有基督教影响的那种价值观 来影响的 所以这张照片 你看那大概有几次 我还真喜欢这个照片 I'm a Christian, a conservative and a Republican in that order Mike Pence 这个是Mike Pence 其中一段话 他应该在2016年 他竞选副总统的时候 他就讲 如果我成为你们的副总统的话 Should I have the awesome privilege to serve your vice president I promise to keep faith with the conviction and to pray daily for a wise and decending heart and for who is able to govern these great people and I'm going to meet out and I'm going to go You son I that's the way like one need to go to wait to see the data portal right now my fellow Americans I believe we have come to another the rather's divorce with destiny I faith I faith in bowless capacity of American people and faith that God can still heal our land 他知道我们的国家 处在一个非常脆弱 一个需要悔改的 所以他还相信上帝 能够给 这个美国 这个恩典 来医治这个国家 最后呢 我想就是简单的 再次的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是这个国度 你的一分子 我们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 对主耶稣的宝血马来 成为神的子民 成为神的国度里的一分子 所以我们就以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不但如此 我还是保守的 的价值观 所以这两个 作为我们的 这个焦点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 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特别在美国的选举 我们才会站在 这个立场 来对抗将来要 完全形成的一个 全球性的政府 这个背后 是撒旦的领导 他是动用这个 世界各国的政治力量 来以上帝对抗 但是我相信 让我们全心全力 依靠主耶稣的引导 主耶稣是我们军队的元帅 在圣灵的大能的充满之下 我们是能够祭拜 这个恶者任何的攻击 来荣耀上帝 我感谢主 好 最后呢 我们就继续围着 美国的选举 这个祷告了 那另外呢 我们要继续祷告 我在两天前吧 昨天的新闻 说在美国 纽约州一个 Mahantan一个大教堂 很有历史性的教堂 这个就是有 就是中火就烧掉 他们现在在调查这个原因 所以现在是非常紧张的时刻 所以你看到美国教育被烧呢 如果是那暴徒烧呢 现在还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还在调查 是人家蓄意中火的呢 还是什么 总而言之 现在他们在调查 不过在这个 非常紧张 对教会非常敌对 特别在纽约州 对教会没有好感的 在纽约州的这些 也不容易做的 特别在这个 因为pandemic的时候 很多条例 限制教会 所以要祷告 所以一百多年的 这个有liberty bill的 这个大教堂的 现在已经烧掉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一部分很大 这些为我们的神学院 我们由学生主动出来 参与的这个 无家可归的这个事奉来祷告 我们每个礼拜六 比如去到这边附近的城市 去服务这些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 其中一个学生买了一辆 这个巴士 现在这样大辆巴士 因为一起去 这个儿子 那个车主的儿子 在里面拍照 里面可以放这些主动心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还有点时间 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意见 你可以问 你可以分享 那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的 那我能够回答 就回答 杨牧师 我是林林姐妹 我想请问一下 我在也是在从美国那边发过来的信息 有一篇信息说 福林将军之所以被做监牢 说是磐尸直接做的卫证 说是磐尸做的卫证 嗯 OK 你说他做了是因为他伪证 做假监政 对 对 他就构陷了那个福林将军 就是因为他的伪证 使福林将军被做监牢 然后川普总统又这一次 就前几天嘛 特赦了那个福林将军 嗯 我想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法 OK 那福林将军呢是 他是民主党人 他之前是民主党的人 是奥巴马里面的人 那后来呢 他也当然知道奥巴马的 这个政府里面很多的事情 后来他就离开了 那后来他就成为川普总统的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当然这个奥巴马的阵营里面 就不概念 就要陷害他 所以他们就就就射警 就就去就去就去陷害他了 他没有他没有跟俄罗斯 有什么就是他们讲的通俄门的事情 他只是有一通电话 但不是跟这个 因为他是当时是将军嘛 他是那个私心将军嘛 那因为这样子他被FBI 他们被他陷害 他就用一些方式陷害 所以他就被定罪 定罪的时候 他为了要减刑 他才讲就是讲 因为减刑的时候他就承认 所以减刑 后来之后呢 这个叫做Sindy Powell Sindy Powell是一个 之前的美国的prosecutor 就是他的国家的prosecutor 他很厉害的这个 他就看到这个FBI 用不择手段 他的手段是错误的 所以他就替弗林将军 就是打官司 所以打赢 他说FBI用的手段是错误的 是为了要逼供 所以后来 所谓逼供就陷害 后来他就赢了这场官司 但是他因为之前他已经在坐牢 所以有人开始的时候 其实川普是很想赦免他的 他有这个权柄 但是那个当时的power 就说不要 如果你赦免他就等于他有罪 他其实他没有罪 但是因为之前他为了要减刑 他就自己 人是这样嘛 在软弱的时候 有时候怕的时候呢 如果不承认的话 他可能要做五年十年 那承认的话可能做一年就回家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减刑而认供 就是 所以当时power就告诉川普 不要赦免他 因为你赦免他就等于他有罪 那你就问为什么这次要赦免 那这次赦免呢 他为什么power之前又不支持 他又支持 所以就自打嘴巴嘛 对吗 所以没办法 因为在这个国家 我们讲说国家紧急需要他的时候 所以他就动用了 就是他的设罪的这个权利 就是赦免 那个福林将军 所以他现在出来了 所以他现在在主导的 因为他是将军嘛 他又是情报部的将军 所以他可以发挥很多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功能 对川普是有利的 所以他其实这个通俄门的事情 他是被陷害的 就按照我自己的解读里面 所以我了解的是这样 我大概我最最读到的资料里面 还有其他人吗 那上一次有一个姐妹 有问一个问题 关于说这个川普总统有什么option 他现在的这个这个官司啊 各方面呢 到底是怎么情况 我自己在解读了 就是看到的所有的资料里面呢 包括主流媒体的 非主流媒体的都有了 我都全部都有看的 那我看的时候呢 我自己 这个你看川普总统啊 都还可以去出来竞选 替人赞奖 甚至有时候去打golf 他自己胸有成竹 他要现在他要看出哪一个牌 第一个牌呢 他就是一定要走这个法律的牌 所以在州的阶段里面 既然这个州里面的人都能够作弊 我们讲他们作弊 他们他们一定是我们讲说 他已经连串到这个州的这个最高的法官里面进去 所以所以整个州呢 就是就是站在拜登的 他们讲话都是抑制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很多地方的 他一直打输的 一直打输的 一直打输 所以要打到最高法院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14号要有选举人的这个票 那现在这个选举人的票呢 他们发现不是选举人的权柄 而是这个州立法的这个这个权柄 所以现在他们就开始要用州立法的权柄来否决 因为现在比方说Pennsylvania州长说 选举人票把他废掉 以至呢 拜登就没有拿到270张 所以他们只要有三个州 他们有大概六七个 只要三个州里面 废掉这个这个选举人票的时候 拜登他们现在是306嘛 川普是232嘛 根据主流媒体 我们讲主流媒体 这个这个不是普罗大众在美国人的这个想法 主流媒体说 我讲主流媒体说 拜登赢了306 那川普是232 那现在呢 他们就打算把这个302 306把它 就如果废掉三个州的话呢 他基本就掉到270的 少过270 所以两个候选少过270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变成 在怎么说1月6号 就变成这个 他们要用国会 国会众议会来 各个众议会的选举人票 所以就用州 川普赢了26个州 拜登只赢了22个州 现在呢 以下情势 所以州选的话 川普会拿26 26的票 那个拜登拿22 所以还是 川普会赢 然后呢 副总统是由他们的参议院去选 现在参议院里面 已经知道的答案是50 共和党48 这个民主党 所以他们还赢了两票 这个两票呢 是在Giorgio州 现在有两个 这个参议院在1月5号选举 所以如果 现在是共和党拿着 他们如果连任的话 就变成52 跟48 52 48呢 这个就还 投选副总统 他们选的话 这52 全部投副总统 所以副总统 Pence 就会拿到 所以是这样 现在目前就这样 那另外一个呢 如果这个 12月14号的 如果这个还 政治还不能 不能有什么答案的话 那有可能呢 川普会动用紧急法令 一紧急法令的时候呢 就是在 他会在 大概他可以动用紧急法令呢 真正合 所以讲 其他动用法令 都是合法的啦 但是他最好的时间 是在12月18号 为什么要12月18号呢 他在两年前呢 2018年9月的时候 他有写了 行政令 有关外国干预 这个美国选举的 一个行政令 两年前 他已经 签署了 他这个行政令里面呢 他说 任何 就总统选举之后的45天 他只要从情报局 得到 这个消息 现在 情报局得到消息的时候呢 讲到有外国干预选举的时候呢 他 这个川普总统有权 就是应用这个行政令 他已经签了 这个不是说他现在要签 他两年前已经签好了 已经签好 这个 所以当时大家看的时候 就 就是以为是只是一个东西在那边 现在就可以用了 他不再先新的 他先 这个 他已经签了 这个法令已经在那边 就是外国干预 所以为什么你看过去这几天呢 这个美国情报总监 有两个 他们有两个 另外一个 两名字我一下也想不起 一个叫什么叫John的 他们已经公开 在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前几天罢了 公开他说 中国 他讲中共 就是中共 中共 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国共产党跟中国 对美国来讲是两个 就是美国 美国政府不是 against美国的 这个中国人 一般的老百姓 他是叫中国 中共 他们用这个中共 communist Chinese 所以要分开这两个东西 所以他们已经说了 这个 他们已经找到 足够的 资讯 不但中共 有干预伊朗 甚至俄罗斯 还有其他国家几个 干预 美国这个选举 所以他甚至列为 中共是美国首号敌人 所以他们就会用 这个选举会 是说已经 他如果证明出来 他不用在法庭证明的 他这个 这个总监 这个像总统报告的 一个总监 这个不是CIA 也不是FBI 这个总监 其实他没有执行的法令 CIA跟FBI 才有那个权利 但是这个总监是报告 他这个 就是不用 不用透过CIA 要找FBI他们 任何的情报 他只要报告给总统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受威胁 很多国家已经进入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的选举的干预里面 那总统马上可以动用 这个2018年9月 签署的行政令 他说45天 所以1月3号 到12月18号 刚刚好45天 所以 预算在10月18号 他只要这个选举任何 有什么 对他不利 我们讲着 政治人都是这样的 对他不利 抓的人呢 包括这个FBI CIA 这个司法部 因为一抓是抓几千人的 他是不想动这个东西 但是他不得 以之下 我是想说他不得以之下 他不希望这个在美国引起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因为动用的时候呢 这个选举基本上就是要再重选 要先入军管 军人管制 直到一个选举才开 就是要知道 就是要用军管之后来再进行一个选举 所以其实你如果从现在川普总统整个事物来看 他现在是要看哪一个路是 他是赢的 他自己眼睛 我相信那一天晚上他也睡不着觉的 他一定叫他很多的 在那里面的人 他说现在他们停算了 你们一定要看风吹草动所有的 他们没有理由你去笑 他们也去睡觉 这人不会睡觉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他说我们会看清楚 这一段没有算的时间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很谨慎 那一段那几个小时没有算的时候 多少的舞弊在那一段 主流媒体就已经是耳聋 哑聋 眼聋 全部看不到的 他们没有看的 他们不用看的 因为他们全部已经讲了 他们讲什么我们都不信的 所以你看主流媒体 你不会看到任何一则 对他们不好的消息 基本上是找不到 如果找到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心存 良心出案件 我们说是 就有那种悔改的心 所以是整个的大方向 所以现在你看过去这两三天 川普总统不是宣布很多对中国的制裁 包括中国共产党员的家属 过去他们非常宽 就是很松的给他们 十年他们B1跟B2的旅游签证 今年是十年 Multiple Entry 这个是给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员 不是普通老百姓 是中国共产党员 现在变成一个月 所以你只要证明 如果以后你要进来美国的话 你要证明你不是共产党员 你的那一个 我们讲说 你要进来美国 就比较容易一点 你是共产党员呢 可能你申请的时候 会很麻烦 多麻烦的 所以现在已经很高调了 通常这个美国情报总监呢 不发表任何意见的 他们都是把这个意见 静悄悄交给总统的 告诉他 我们现在找到的资料是这样 你最后做决定 现在呢 就罕见的 在两三天前呢 两个参与这个情报 这个总监的这个服事里面 他们高调发表 在这个报纸发表 他说中共是美国首号敌人 所以我在简单分析 他的整个的这个思路 现在全部都在 川普总统的手里面 他军队他有 他国防部是他的人 他几个将军都是站在他那边 他基本上这些退伍军人 是站在川普这里的 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跟民主党 用内战打起来的话 这川普总统还是战友师 因为他你知道有多少千万的退休人士吗 他民间组织最大的民兵 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说再加上他现在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国防部的力量 加上其他几个退伍军人 那个将军他们站在他的那一边 他当这个是内战 他是不会 这个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的 但是他不要走这条路 所以他一直很忍 所以很多人 很多在民间里面 就已经有时候对他不耐烦了 他们就是这些民间组织 他们那个那个那个心情 对川普他说你还在做什么 还等什么 就算内战就内战 他们就说我们准备站在你这边的 他们就是他们已经 我收到的资料里面 我看了很多视频里面 这些的民兵 他说我是站在这里的 你只要你动我们就动的了 所以是整个整个的局势 是在川普掌控之下的 整个局势是川普掌控之下的 他是他如果需要动用到 最后用军队来来管美国 然后再来举办一个新的大选 这是最后的权利 但是最后他既然这个大选 怎么样的成绩 他没有就是正规的法律 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只有动用最后 他可以动用 因为他已经签署了 两年前他不是在签署一个新的 他不是在动用一个 这个紧急法令 没有他没有动用紧急法令 他是动用他两年前 曾经说过 只要符合这些的条件里面 我就会动用 这个 就是这个紧急法令 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我的这样的解释 有没有给你们一点的帮助 好 那我看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 这个结束祷告 如果你有时间想留下来多聊聊几句 或者你要发表你的看法 我再说 我不是喜欢更加政治的人 你可以讲你的 这个立场 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听到一个反对的立场 没有问题 我听完之后 我会说 谢谢你的分享 我不要 我不要再进入跟你讨论 辩论 那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 我对反对的人 我自己 没有太多时间 去想 因为我每个礼拜 要准备这两篇的信息 都已经拿我全部的时间了 好 我们再次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全人的主 你是从起初指明 末后将要成就的事情的上帝 感谢你给我们启示录 这一本的思路 我们知道我们现今处在 你要借着圣灵来大复兴 不但美国 也要复兴全世界各地的教会 我们就期待你的应许的成全 然后我们知道 在不久的将来 二者也透过他在世界各地 所建立的这个势力 来与教会对抗 我们就恳求 你的灵就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无论在美国 在马来西亚 在中国各地的 我们要爱主更生 我们今天爱主要比昨天更爱主 我们明天要比今天更爱主 我们祷告的力量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增加 我们求上帝帮助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 我们要与我们的主耶稣一起同心 在这个时代为主做兼任 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引导人归主 建立基督徒成为你自己真正的门徒 来荣耀你的名 谢谢主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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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